我們的草莓劑來了 我們來試一下全店的草莓劑 這次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然後它其實有常溫的麵包款 它總共1 2 3 4 5 6 7 它總共是7款加常溫麵包款 其實有3款 但因為常溫麵包款我覺得比較 normal一點 所以我就沒有要特別開箱它了 欸 那我首先我先來吃這個好了 等一下 我的牙齒上有卡東西 我想要先用 一個少女的直播主在 直播的正前方剃牙 這有對嗎 首先呢第一個是 草莓雙線生乳寶 好 給我們看一下 它的化熱量是240大卡 然後碳水化合物是20.1 納痕量是108的 它的味道是古早味蛋糕的那個味道 它的長相其實有一點像古早味的蛋糕 你看一下 就很像那種傳統麵包店會賣的那種蛋糕的形式 然後它說它是雙線 我們先來掰開看一下 喔 它是草莓的奶油 跟上面有那個草莓果醬 我現在吃吃看 我覺得它的那個外盆的蛋糕吃起來味道還不錯耶 因為它吃起來不會乾 然後是那種古早味蛋糕的味道 我覺得它的草莓醬的味道其實有點搶性 然後它有帶酸 但是酸度沒有到很過頭這樣 就正常 它的奶油其實有一點點膩口 普通 就如果你想當零食吃的時候偶爾買腿 但是就是它的奶油 真的有比較油膩一點點 這個是日式的草莓大芙 然後熱量是150大卡 兩顆所以是300大卡 它的碳水化物一顆是34.9 那含量是8毫克 不知道會不會像之前一樣黏住我的上顎呢 因為我本人就是上面是開箱全臉的 我記得不知道是什麼大芙 哇 直接黏住我的上顎 就這樣可能無法呼吸 不困不困 這個大芙看起來就是外面的糖粉就是頗多的 好像已經咬一半 哇 這個大芙不得了 就跟之前的大芙一樣 你整個咬下去之後 它的上面那一層會直接黏住你的上顎 哇 啪 它就是覺得它鼻鼓啦 你不要那麼吃 然後它裡面的草莓 不會酸 但沒有香味 看紅豆你夠細碎 不會讓你覺得有那個紅豆外面的那層皮 然後甜度也非常正常 草莓大芙它沒有草莓的香氣 因為它的汁也沒有很多 所以一至於你咬下去的時候 它其實沒有很mix在一起的那種感覺 不過剛剛他說這一顆55塊 就等於換剩下一顆是27塊左右 好像也不能要求它太多你知道嗎 因為它沒有到很貴 它大概就是這樣子啦 你們懂我的意思齁 但我說真的 我覺得它好像比 好市多的好市一樣 以它的價格來說我覺得可以接受 但是因為我本人還是比較喜歡多汁一點的草莓 多汁一點的草莓就是可能價格上會比較貴一點 所以我就會選擇不買它 我覺得這一款還好 接下來我們來吃雪梅娘好了 雪梅娘它其實跟大叔有一點點像 它們其實都是差不多的皮 但雪梅娘通常裡面都是放在油 或者是放那種什麼水果或什麼之類 它其實兩個是不一樣的東西 這個售價是69塊 它上面有說它是採用Beer Popas的獨家配方 草莓卡士達內餡 我這聽起來厲害喔 哇 等一下 它的雪梅娘是嚴重的 雪梅娘基本上它就是一個你知道 大概跟我的膚質差不多的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好 它長這樣 我現在來咬一口 我可以講一下 我可以講一下 裡面有一整顆的草莓跟它的那個卡士達 它裡面不只草莓 卡士達 它裡面還有蛋糕耶 你有看到嗎 我覺得它就是溫溫的一個很 溫溫的一個味道 它草莓不會酸 然後配上卡士達 我覺得是還滿OK 正常的 它雖然有點黏 但是呢 它其實一咬就斷了 我覺得還可以接受 只是試的時候看起來會有點溫的 但我覺得它就是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其實裡面沒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口味 所以它會比較雅致一點點的味道 它就是一個很溫柔 優勢的那種味道 下一個呢 這個是草莓卡士達塔 它是79 哇 這裡又有79 濃厚なカスタトの 好啦 反正就是這樣子啊 熱量是279大卡 碳水化物27.7 然後納含量是196 它看起來挺美的 近拍其實有一點點那個香草籽的一些顆粒耶 然後上面就是很霸氣的一整顆草莓在這裡 塔皮摸起來非常的軟 它的塔皮是不是還軟 然後中間還有一層那種半刀的那種 它的塔皮吃起來有一點點那種杏仁粉的香味 但是我覺得整體吃起來 也是一個沒有什麼重點的東西 我覺得這個還好耶 我們現在吃這個好了 草莓卡士達慕斯杯 這個一個是89塊 然後它也是說它採用Beer Papa的那個 獨家的草莓卡士達那些 這感覺超好吃的耶 你不覺得嗎 超多層的 這有蛋糕卡士達又有草莓醬 好多人說這好吃喔 我們來試試看這個的味道 它的熱量是145大卡乘2 所以是290大卡 它的吶含量是250左右 然後碳水化物是30.6 給你們看一下 我來挖它囉 從頭挖到好多層喔 怎麼這麼多層呢 這個要切斷它 這個要切斷它 它看起來很棒耶 我跟你講我很愛奶油跟卡士達跟蛋糕很軟的件事情 所以吃下去的時候它是完全就是我喜歡那種 舌頭一喊它整個化掉那種感覺 可是它的那個草莓醬不知道為什麼有一點點生命的感覺 醃製的這種整顆的草莓它其實會有一股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的味道其實還滿重的 你本來第一口還OK 但是你後面那個草莓果醬有一點點那種酸梅感它就會上來 然後它的蛋糕我覺得本身非常的加分 因為它蛋糕啊很濕潤 所以你是吃得到那個濕潤蛋糕的口感 嘿 拿著香 但我覺得它不錯吃耶 所以我目前我覺得這幾款裡面我覺得算還OK的 好 吃完了 這對我來說我覺得是嘗鮮可 但我應該不會回購的品項 先來吃這一個 這個是卡士達 草莓卡士達蛋糕 是500大卡左右 這個有碳水化物是55 然後 吶含量是300左右 這個是169塊 這個草莓卡士達蛋糕看起來挺厲害的 它有非常多的醃漬草莓然後奶油一圈嘛 蛋糕 這邊就是卡士達醬這樣子 我們先來挖一口看它的味道怎麼樣 先給我們看一下它這個 它中間好像有布丁耶 你們看 對 它中間真的有布丁耶 但它少少的沒有到很多 它的布丁量很少 就只有正中間 我覺得以它的169來說 我覺得很符合它的價格 它不會難吃 然後它的奶油跟卡士達的油膩感 稍微有那麼一點點重 但它的奶油為什麼膩感那麼重啊 不知道為何 今天至少也太酸了 吃完了 接下來是我本人最期待的草莓鮮果布雷 這盒1000大卡左右 然後碳水化合物是25x100 所以它的碳水化合物是100 那含量是8432 320 好 我非常的期待這個 因為這個看起來好好吃 你覺得嗎 給你們看一下它的奶油看起來超多的 哇 整個爆掉你知道嗎 然後就是8顆草莓 又是醃漬草莓 我來加打… 哇 這裡面有布丁耶 滿滿的奶油 然後中間那一層是蛋糕 下面那一層全部都是布丁 對 它下面那層全部都是布丁耶 等一下我要吃吃看 這感覺很好吃 哇 好 大家可以買這個就好了 它裡面的那個蛋糕啊 是很像提拉米蘇那種蛋糕體 它有進過那種 泡過那種酒啊 或是甜料或什麼之類的 所以它吃起來的感覺是 比較濕潤的那種海綿蛋糕 裡面的海綿蛋糕 它其實顆粒感覺有點那種 比較粗一點的那種 然後再來的話 是它最底層的那個布丁啊 很像那種古早味布丁 但是又沒有古早味布丁 那麼人工感 這個的甜度 比剛剛的幾款都還要高 但是它沒有那個醃漬草莓 就是很像那種酸莓的那個味道 你知道嗎 這個啦 然後裡面 裡面 裡面是這個 為什麼你覺得這看起來有點空虛啊 好了 上台 還可以啊 我跟你講Pot的時候 那姑姑買不少還買400兆 欸 我跟你講 我們家就是全點啊 超商啊 好像是多啊 如果他們每年有在頒發VIP 我們絕對是VIP 我們那裡面花錢超絕對多的 所以大家如果每次看我業配 拜託支持一下 吃完了 我覺得這一次的這幾款全點的草莓劑啊 我個人比較喜歡最後一個這個開箱 這個叫草莓鮮果布雷 因為我覺得它對我來說的酸度啊 然後甜度那些都是最剛好的 但是我先跟你講 它甜度其實是目前這幾款比起來 裡面算甜度算比較高的那幾款 然後我覺得其他款啊 我沒辦法給你們排名欸 我覺得草莓卡士達塔跟那個大福 可以不要買 我自己覺得這兩款吃起來就是 然後其他款我覺得如果你有興趣 可以買來試試看 但是它就是 對我個人口味來說 我覺得不上不下 就是你沒有經驗 但你也不會覺得它難吃 它就是普通 然後如果大家有去買的話 有興趣也可以留言跟我分享 然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大家早一點睡 然後今天的直播就到這 好 明天是情人節 祝大家情人節快樂 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過的話 沒有關係 現在只要打開漫畫 你會找到適合你的情人 拜拜